观音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根据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周日报道的出口民调 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联盟在保加利亚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领先 根据阿尔法研究公司的出口民调 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和民主力量联盟预计将获得25.5%的选票 而我们继续变革联盟获得19.9%的选票 盖洛普国际公司出口民调说 盖联盟以24.6%的票数在选举中领先 而人民党拿下18.9% 根据两项不同的民调 紧随其后的是由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的联盟权力与自由运动极右翼的复兴党 民主保加利亚联盟和民粹主义的有这样一个民族 包括席位分配在内的官方结果预计将于周四公布 国民议会是保加利亚的立法机构 它以简单多数票选举政府任期4年 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选举是在基利尔佩特科夫领导的联合政府于6月22号被不信任投票赶下台 而议会各党派未能组建新内阁之后安排的 佩特科夫的政府是去年12月在8个月内举行了三次议会选举后选出的 这三次选举分别是2021年4月4日的定期选举 以及7月11日和11月14日的提前选举 2022年巴西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于当地时间周日17点结束 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和现任总统贾伊尔·博尔索纳罗这两位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将在10月30号进行第二轮投票 共有11名候选人在竞争总统席位 根据巴西高级选举法院对约90%选票的统计 截至当地时间周日20点31分 前总统卢拉赢得46.93%的选票 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赢得44.48%的选票排名第一和第二 其他9名候选人获得约9%的选票 根据巴西选举法 如果总统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50%以上的选票 就意味着选举获胜 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人赢得一半以上的选票 那么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将在第二轮投票中争夺最后的冠军 第二轮投票定于今年10月30号举行 分析师认为 卢拉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巴西总统 国家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 这使他成为巴西社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 而博尔索纳罗的优势在于 他是现任总统 相对来说 有更多来自议会中心集团的支持 今年的大选将决定巴西的新总统 副总统 联邦政府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部分成员 以及26个州和一个行政区域的副州长 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 周日对美国促成的 与黎巴嫩划定海上边际的提案表示欢迎 称这可以增加两国在天然气生产方面的利润 拉皮德在他的美洲内阁会议上说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周末收到了美国能源特使 阿莫斯·霍赫斯坦关于两国海洋线协议的提议 该争端涉及地中海约860平方公里的区域 他说 该提案正在接受法律审查 并补充说 该协议的批准将由内阁投票决定 第一次内阁讨论定于周四举行 拉皮德补充说 该提案充分保障了以色列的安全外交利益 以及经济利益 据媒体报道 美国提议的协议授予黎巴嫩 对部分位于争议地区的卡纳天然气田开采的权利 而以色列则获得部分收入 拉皮德说 以色列不反对再开发一个黎巴嫩天然气田 而以色列将从中获得应得的份额 这样一个气田将削弱黎巴嫩对伊朗的依赖 限制珍珠党并促进地区稳定 皮拉德总结说 以色列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达成这样的协议 因为两国之间的协议将加强北方的安全 一天前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说 他已经收到了霍赫斯坦 关于与以色列划定海上边界的建议 并正在研究如何尽快做出回应 珍珠党是一个强大的黎巴嫩什叶派政党 曾威胁要攻击地中还有争议的卡里什汽田的钻井平台 珍珠党领导人塞伊德·哈桑纳斯鲁拉 将该提案描述为一个重要举措 联合国野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伯格周日宣布 尚未就延长该国交战各方之间到期的休战达成协议 他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联合国特使对没有达成协议感到遗憾 因为延长和扩大停战将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关键利益 格伦德伯格说 我赞赏野门政府对我的建议进行积极接触的立场 我将继续与双方合作 试图找到解决方案 他指出 周六提交给交战各方的建议 包括将停战期再延长六个月 为公务员支付工资和养老金 以及开放进入被围困的政府控制城市塔伊斯 和其他省份的特定道路 他还包括 为往返于胡塞武装控制的 野门首都萨纳机场的航班 提供更多的目的地 以及燃料船 不受阻碍地进入胡塞武装控制的 红海港口和台达 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中 数千名公务员已经七年没有拿到工资 根据国家媒体报道 野门政府已经同意了联合国的提议 欢迎联合国为结束野门内战所做的努力 尽管周六的提议已经反映了 胡塞武装自4月2号开始休战以来 一直要求的主要条款 但他们尚未就拒绝联合国提议的原因 做出声明 并声称政府方面 没有继续承诺之前六个月的休战 威胁要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石油设施 发动跨境导弹袭击 在格兰德伯格在联合国官方网站上宣布休战延期失败后几分钟 胡塞武装力量的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一份声明中说 胡塞武装力量给在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经营的石油公司一个机会 安排他们离开 并不终说休战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在过去六个月的休战中取得的突破 包括恢复了往返萨纳机场的商业航班和燃料船进入河台打岗 然而对塔伊兹市的围困还没有被解除 4月2日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联合国的斡旋下 达成了为期两月的停战协议 该休战协议后来被延长至10月2号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